大家好,我是胡友玲 我是分子转入共振系统 分子标榜软体的发明人 今天我要用Lesson Flow 手机版来跟大家说明 怎么操作PWHP PWHP的相关资讯请建影片下方资讯栏 很多学员在问我 虽然我们有PWHP的免费版本 但是是在Relax Manager的RM系统 不管是注册版或是免注册版 都是免费的 我们也欢迎大家介绍给 你们在海外的亲戚朋友使用 但是有些学员说 因为你们自己本身就已经有Lesson Flow了 所以希望能够学习怎么样用Lesson Flow 来操作PWHP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使用手机的版本 Lesson Flow来跟大家讲解 怎么操作PWHP 首先把Lesson Flow点开 开启新档 现在这是一个未命名专案1 所以我们就直接设定 让它是PWHP 好确定 这样子你可以发现你们的档案就是PWHP 好 那我们现在点书本 到负方药材的地方 B百朝方 点M 找到免疫方3号 RM的加强版 我们免疫方3号是用了3张 好 再回来 找到哥 好 葛根汤 一样点3张 再来 我们找到柯 可受方1号 点3张 这个就是RM的加强版 那如果说你们想要制造 自己设计一个中型的版本 那么你们可以改成两张 各两张就行了 OK设定好了以后呢 你点你的声音 然后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免疫方3号 葛根汤 加上你的声音 都选好了 那因为在疫情期间 PWHP几乎是每天都要RM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它储存起来 好 我们储存档案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去 我们先关掉这个档案 试试看是不是你都储存了 好 开启旧档 然后你可以找到PWHP 好 看到了 打勾就表示你选了 好 我们按开启 这就是刚才你存的 那么我们按Play 我会建议大家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8个小时都把它设定 好 执行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呢 对 这个就是存我的声音 那么学员在问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在白天的时候 来乱我的父亲或是我的母亲或是我的小孩 那怎么处理呢 其实很简单 好 你只要把原来的PWHP就档点开来以后 在声音的地方 好 改其他人的声音 比如说我要乱我的儿子 好 那我就选他的声音 所以这个时候你听到的声音 1 2 3 4 5 6 这是我儿子的声音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存起来以后 我们一样可以改声音 那么我们不希望听到声音的话 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声音调到最小声 或是插上耳机 这样子就不会干扰到其他的人了 好 今天解说如何使用Light Sound Flow 来操作PWHP 大家都会了吗 要记得学起来哦 顺便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 尤其现在海外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希望它可以帮助到你们 我们下次见